有一群对本土语言有高度兴趣的学生 自发性组成的东华大学母语屋 举办了私儿念母语歌谣音乐会 希望透过本土语歌谣比赛的活动 从歌唱开始传承母语 皇后聊天的嗓音 唱出来自阿里山的精神 让在场诗声听得如痴如醉 举办私儿念母语歌谣音乐会 学生表示找到了异乡的归属 对就是也是因为有这些族群学生会 让我们这些可能不是在学 现在不是在学原住民相关课系的 然后可以让我们就是 就是像在这边回到家的感觉 因为我喜欢唱阿美族的歌 然后就会享受在里面这样 因为这些歌都是在部落里面学的 生活歌谣 然后我们把它带到就是阿美族学生会 然后教大家一起唱 指导老师一百表示母语的创立目的 就是鼓励同学们成立社团 针对主语传承进行发想设计 纪念则以思念为主题 举办传统歌谣交流网会 母语屋往常都是以主流歌唱比赛的方式 可是今年是邀请原民院院内的五大学生会来表演 然后以思念为主题 因为我们今年的音乐会主题叫做思路 所以我们以大标题为主题 然后带入母语歌谣 我们每一个学期都会不一样 那希望就是说不管是在记录方面 还有在歌唱方面或者是在口说 甚至单词跟一些朗读比赛 都会做一些实际的练习 东华大学原民院创立至今 开设多项族群文化保存一级的课程 吸引各地学生学习 并且加深原住民族学术研究的在地性 以及国际化 跟他们学习 他们自己部落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而且现在跟传统是有什么差别呢 我想要学习进去一点 一般老师常调母语屋是以学生为本的 语言保存工作小组 未来将会持续协助学生建设语言资料库 培养具有专业学养 以及自我热爱族群文化的语言人才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